欢迎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在今天举办了南岛美港田野中的文化编织 从这里开始我记得的开幕活动 那么展期到11月21号 欢迎市长魏佳燕也特别邀请民众前来看展 并且从展览中认识南岛美港 此次的展览集结了多位返乡在地的原住民青年艺术家 他们运用族群文化知识作为创作的特色 以当代的公益方式重新诠释了南岛文化中不同族群的创作 把这样的电线再重新聚集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文化方被所有在花园的视频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文化相机 如果假设了以铃铛作为一个文化商品的时候 它有没有什么可能性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视频类 不是单纯只是绑在榜头上 那它可能是耳环或者是项链还有戒指这样子 市长魏嘉燕也表示 台湾身为南岛的一份子 花莲原乡更是南岛文化的发源地 这次展览也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 花莲地区作为南岛民族交流的大门 以及祖先留下来的丰富美感 那今天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老师 有非常多的作品 那花莲市后所会来 会有一些可能在街头的一些人作品的时候 也会请老师来我们投资的意见 那我们也希望将我们很多的一些文化 在花莲市让很多的孩子们都会看见 我希望族群可以多可 那也可以大家彼此尊重大家的一些文化 那今天非常开心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在很多原住民的一些扎根 跟一些活动都会进去 来支持 花莲市公所也邀请大家来看展 感受原住民族艺术的惊艳与感动 花莲市公所未来也会持续在原住民传承 及文化推广上扎根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部落的文化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不老 花莲市公所未来也会帮助